還是我等下在關台之前 我們來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你們覺得有趣的話 你們就訂閱我 可是這樣子算是真正的在消費人啦 喔算了我等下 給你們看一個對話 然後我 我不講什麼 我就 他是一個觀眾 幹你們要是有 有到那麼智障 我會很失望耶 我真的會很失望 就是如果平常我訂閱我的人 都是這樣子的人 我真的會好失望 我會覺得我到底做錯了什麼事情 你們看我平常都在遇到一些什麼事 我先講一下 這個大概是在 他是直接有寫 他是在 禮拜四的時候早上 然後 他是禮拜四早上 第一個密我的人 所以我告訴我自己說 第一個密的人我願意回他 然後他就說 不好意思請問在嗎 我說不好意思我在 幹我覺得我有禮貌 然後他說 攤開來講 請問這個城市是傳給你們的 然後我就想說 不知道是什麼城市 我就問他 欸你說黑畫面嗎 他說 所有 我說聽不懂 我問他 我就想說 他是OPS有問題 然後我就說 你說開台嗎 OPS 他說不是 他說還是啥 你看我很認真回喔 他說遊戲 我說什麼遊戲 我現在根本沒在玩遊戲 我說我根本沒在玩 我那時候剛開而已 然後魔獸那些圖等等之類 還有昨天開台畫面 我說我沒玩小圖 要問小劍或橘子 然後他說 主城市是用買的 但其他圖惡意流傳 我說我就買主城市 我也只打正規 其他圖我完全沒玩半張 然後他還說他昨天來看我台 我那時候想說 沒關係還是很有耐心的回答 而且說實話 我一開始無所謂 但好像已經 已經完全沒有隱私了 完全沒有隱私 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然後 然後我那時候不確定 我就說 你確定你在跟我對話嗎 還是你密錯人 他說是啊 我昨天看你實況看整天 我說那你有吸毒嗎 我有點北蘭 我他媽覺得他神經病 所以我問他說 你有吸毒嗎 他活囉 有啊 嗯難怪 那你醒了你再密我就可以了 啊 這不是重點 我想表達的是 雖然我自己吃毒怎樣都好 然後我剛剛想說 拜託你講話一定要有邏輯 跟你講重點 不然我覺得好浪費我的時間跟你打字 幹 他的重點是 他的重點不是他有沒有吃毒 好那也就算了 這事情已經好幾天一直繼續下去了 我說 你講重點 因為我有點不太煩 因為你也知道其他觀眾 講話或打字不是那麼尊重 我說 幹 你有沒有感覺到我有點不太煩 講重點拜託 別讓我感覺我在浪費時間 我是希望你們可以不要去倡導 其他觀眾再讓這個行為繼續下去 然後我不知道是什麼行為 我就問他 什麼行為 讓其他觀眾去嘲諷嘲笑 就是把東西丟到BHA去 我問他BHA是誰 啊 點點點 嗯我確定你應該是密錯人 先這樣吧 基本上完全看不懂你在說啥 你是聰明人 你應該懂我要表達什麼 我回答 完全聽不懂 整個Twitch都換了 我手機被盜啦 你手機被盜跟我啥關係 希望你可以正視這個問題 我知道 但我相信 兇手是這些觀眾 舉個例子好了 小劍現在在那邊 旁邊觀眾一直叫說 然後讓本來不知道他的人 你都去傳給別人聽 這樣你懂嗎 我說那你應該去跟小劍說 講白點 因為我 我就跟他講 我就打聖國 我就打GAME 有攻 什麼有攻擊才有需求 不知道怎麼講的 你看光現在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了 我隱私在哪 這才是我的重點 重點是我不能關 應該是我沒辦法 沒辦法關 我覺得你可以先把電腦或手機關上 躺在床上 我一直以來都只有用手機 手機不能關 我以後怎麼過日子 不用我等一下也要出門 幹的媽的 為什麼有這種人 不覺得我很有耐心嗎 不覺得我對你們很好嗎 幹我真的不懂耶 我今天起來一開台 然後我看到一個 我想說 這個人一開始就密我 他一定有什麼事情 我陪他聊一下好了 到底怎麼跟你們好好聊天 而且那時候是剛開台 所以 他 你們應該也可以看得出來 那個對話他完全不是釣魚 他看起來就完全不像是釣魚吧 他就是 幹他就是犀利的獨特來聊天的啊 這個還不是最猛的 過幾天給你們看 我會一折一折給你們看